4月28日起,為配入西貢14鄉新發展區的交通需求, 城巴開辦581號全日路線,來往馬鞍山市中心和14鄉, 途經烏溪沙和泥沖,收費是4.8元,夾半小時開出一班。 另外也開辦582號全日路線,來往八石角和14鄉,途經科學園和大學站,收費是11.4元,同樣夾半小時開出一班。 九巴同樣因應14鄉的交通需求,在4月28日起,開辦287全日路線,來往大學站和14鄉, 途經泥沖、樽木頭、利康村和錦英縣,收費是8.9元,夾半小時開出一班。 4月27日起,九巴79K線,會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的9點35分、10點35分和11點35分, 提供特別班次,由粉嶺站前往打孤嶺,途經聯和去巴士總站。 為配合青衣真軍彈節目,九巴在4月20日至24日期間,提供43號線和44號線的特別班次。 43號線會在氣盤節目團結的15分鐘後,在青衣街市接載市民去荃灣西站。 43號線的短途服務,收費是5.2元,44號線的收費是7.1元。 43號線的交通服務,現在還會和共享單車公司合作,在4月28日起,推出轉乘計劃。 4月28日起,推出轉乘計劃。乘客可以裁員581及52號線之後,在車上數QR Code。 之後可以用不同的優惠計劃,享用共享單車服務。這個巴士和單車的跨平台合作計劃,可以說是全國首次。大家又有沒有興趣去試試? 4月22日起,油巴特別線287P,將會修改路線,單程由水泉號至油麻地,突快前往奧運站和王國,再經佐敦。收費同樣是收7.8元。 4月22日起,城巴56A線由屯門往王後山方向,將會加持沙頭國公路,入封廣場分站。 相信大家都曾經有購買百貨公司福袋的經驗。福袋的特點就是,顧客不會知道福袋裡面的內容。 如果將福袋這種銷售方式,改變成為機票的方式,會不會帶來驚喜? 北歐航空公司最近就推出北迷目的地的機票航班,旅行不會知道目的地去哪裡。 而機組人員也不會透露目的地的資訊,直至在飛行到某個時間就會公佈。 這次的特別航班,吸引了超過6000人去搶訂,證明這種銷售方式有它的吸引力。 不知道這種特別航班,未來會不會出現在亞洲和維州的航空公司呢? 多謝你收看今集,喜歡的朋友記得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。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,拜拜!